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继续学习STM8单片机 在讲这节课的开始,我要向大家说对不起 因为我在上节课有一个内容讲错了 就是我在上节课讲到中段嵌套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以为就是每一个中段键量所代表的一个中段 它都有自己的一个单独的和大家不同的硬件中段一个电机 然后就是我就说了软件优先机相同,硬件优先机不同的时候 它不可以发生中段键量,但是我发现错了 因为我后期仔细的看了一下这个手册 这个地方,它的这里写了硬件优先机从高到底 我们发现它有二十几个中段键量 但是它的硬件优先机只是有这么几个 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中段键量对应着一个单独的硬件优先机 我确实也做过这个实验 就是PB和PD它们俩之间互相的进行中段的嵌套 发现没有成功 所以我就误以为软件优先机相同 硬件优先机相同的同时不能够发生嵌套 结果就是错了 现在看来应该是我觉得 现在只是我觉得应该是PB和PD这些外部端口的中段 是属于同一个硬件优先机的 所以它们中间当转转硬件优先机相同时 硬件优先机也相同 所以它们之间不能发生嵌套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试一试其他的 比如说定时器中段 然后嵌套硬件中段 我觉得应该是能成功的 嗯等下两解吧 我看什么时候有时间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嗯这里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好了本节课内容 内容 一STM8时钟系统讲解 二STM8CSS讲解 时钟切换以及CSS演示程序 简单的延时函数 及简单的延时函数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比较重要的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一个是它 还有就是第四个 就是定时器一的操作 一定时器中段产生的频率技术 就这么两个重点 简单原始函数 算计科都已经涉及到了 首先 STM8的主时钟源有四个 一个是 1-24M的高速外部精震 P-T HSE 还有最大 24M的高速外部时钟信号 还有一个16MHz的高速内部RCE震荡器 还有一个128K低速内部的RCE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 外部精震 外部精体震荡 和这个 外部高速失踪有什么不一样 当它外部是高速失踪的时候 它的失踪信号就是一个 我们认为应该是一个方波啊 只需要对那个 时钟输入输入引脚进行传输就可以了 就是 原力输中 的 这个 第二个引脚 就是如果外部时钟信号是一个已经成型了的方波 我们只需要 在他们 把它直接传入到 直接 接一个引脚 就是接那个 时钟输入引脚 当外部接精震的时候 接精震 接精震就很简单了 像大家都知道的那种 一个 晶体震荡器 一个晶体震荡器 然后 接两个电容 电容的异端 电容的异端接地 这 这里 大家好好看一下 这个地方 电容的异端接地 另一端接到晶体震荡器上 然后晶体震荡器出来 晶体震荡器出来以后 供给这个 接到这两个引脚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简单的 外部晶体震荡器的电路 中间加了一个 电容 加了一个电阻 一个一兆的电阻 它 没什么太大用 可以有 可加也 不可以 也可以不加 这块 这块 有一个 有一个 跳线柱 就是 有一个 跳线 跳线帽吧 这个跳线帽是 待会儿 是我特意设计 给大家 待会儿演示 CSS 那个时钟 时钟 安全系统 所加上去的 嗯 待会儿演示的时候 会用到 然后还有 10兆内部高速2C 还有128K内部低速2C 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 这个上节课的 风鸣器驱动 就用了128 128K 低速2C来驱动的 嗯 首先 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前一段 前两节写的程序里面 都没有对时钟 进行任何的 操作 只是简单的 简单的写程序 进去以后 它就是行 我们来看一下啊 当我们的STM8 单片机 上电的时候 单片机的时钟源 是由 HSI 内部低速 内部高速时钟源 是由内部高速时钟源 16兆赫兹内部高速 2C震荡器提供的 但是并不是 16兆 而是16兆 经过预分频器 CLK CKDIVR 这个寄存器 中的值分频之后 提供的 嗯 我看一下寄存器中 这个值啊 这个值是 地址片量 0x06 然后负位值 就上电以后的负值 0x18 假如它是0x18 我们看一下 它意味着什么 1和8就是 我们转化为 转化为2进制 转化为2进制的话 0x18 就是 0 0 0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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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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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刚刚上电 刚刚上电以后 是16兆 是16兆的内部高速震荡器 通过一个8分频 分成了2兆的这么一个内部时钟 我们之前写的程序 都是运行在2兆的那么一个时钟下 当我们有外部的时钟 或者震荡器时 就可以通过将主时钟 圆切换到外部时钟的 外部的时钟 或者晶体震荡器 这里我们只讲两种 哦 这里有两种切换手法 但是我们只讲 有两种切换方式 有两种切换方式 但是我们只讲手动切换 手动切换 这是手动切换的一个流程图 在手动切换的这个流程图里面 我们看到啊 这里有software action 这个hardware action 这个其中hardware action 都是它自己可以完成的 单评定内部自己可以完成的 我们不需要那么做 我们只需要完成software action 就是软件的动作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来分析下去的过程 当这个单评定复位上电以后 它内部的MCU会 跑在一个内部时钟 内部高速震荡八分频的这么一个模式 然后如果这时候我们使能切换这个寄存器中的这一位 用来使能中断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计存 我们我们设置这一个时钟的这一位 这个时候如果 当设置一位的时候 如果中断是使能的 它将 会 如果可以的话 将中断使能 if suitable if suitable 切换这一位 来使能中断 如果合适的话 如果合适的话 sit 这个寄存器的 这个寄存器的 这一位 来使能中断 然后 下一步呢 下一步软件 下一步就是 将目标时钟元写入这个寄存器 将目标时钟元写入 写入这个寄存器 这个 然后接下来就是 就是硬件的活了 硬件 然后 将切换背在那个标志位之位 然后 给那个 给那个目标时钟元上 那个上电 目标时钟元 在初始化时间之后 达到稳定 然后 告诉他可以开始切换了 这里这里就是可以开始切换了 这个位已经之一了 这个时候 如果要是发生了 如果我们 使能了中断 这个时候 中断将会产生 将会产生一个中断 然后我们想做的就是 把这个中断 这个时钟切换标志位清除 然后 切除这个 这个标志位 这个 这不是时钟中断标志位啊 这个是时钟 稳定 就是那个目标时钟元 已经稳定了 已经可以已经切换了 把这个标志位清除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 将这一位 将这个寄存器的 切换使能位置位 来执行 切换过程 接下来这就是单拼自己的事 我们就不用管了 好 整体下来 这就是一个 时钟切换的过程 嗯 嗯 时钟切换需要 时钟切换需要 时钟切换需要设计到的寄存器 时钟切换需要设计到寄存器 切换控制寄存器 SWCR SWCR 主时钟切换设计 这个具体的我们待会编程的时候再讲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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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CSS 时钟 嗯 CSS 时钟系统 它 当我们使用CSS 的时候 我们其实需要用的语句 只有一句话 就是 将那个 CSS 位置 只有一句话 所以我们 把这 待会儿 这个 这个 程序 CSS 系统 和 时钟切换 这两个程序 写在一起 首先 STM8的 CSS 安全系统 编解 时钟安全系统 用于监控 HSE的时钟源 是否失效 当 主收容频率 Fmaster 使用 HSI HSE 外部高速时钟 作为时钟原始 如果HSE的时钟源 由于 邪正器坏了 或者其他原因 失效了 时钟控制器 将激活 安全恢复机制 Fmaster 主时钟源 自动切换到 辅助时钟源 就是 就是原始的 那个时钟源 主 内部高速震荡器 八分频以后的 那个值 就是两兆的那个 系统 将 一直使用 系统将 一直使用 辅助时钟源 直至 MCU 就是被复位 设置 时钟安全系统 计算器 CLK-CSSR 的 CSS 因为 可使能 时钟安全系统 为安全起见 CSS 一旦 使能 就不能关闭 直到下次 复位 所以我说了 其实 在我们 使能 这个 安检系统 的时候 只需要 置位 一个地方 就是 只需要一句话 就是把这个 系统能器的 这一位置位 嗯 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CSS 方可简单到 HSE 时钟失效 一 HSE 时钟 断开 二 HSE 震荡器 被 置为 实用晶体 三 CSS 功能 开 只有 这三个 都满足的时候 我们 才可以去 检测到 HSE 失效 一直监视 它 如果 CSS 系统 这个 没有开的话 功能 没有开的话 它是不会去 监视 外部 时钟 系统 是否 是否 是失效 嗯 我们 再来看一下 这个图 我们自己 设计的 这个 这个图 板子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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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它的 作用 就是 当我们 将 时钟 系统 切到外部 然后 开启 时钟 使能 的时候 开启 那个 CSS 时钟 它就一直在 监视 这个 如果将 这个的 跳线帽 拔掉 G2的 跳线帽 拔掉 那么就相当于 外部 时钟的 那个 断开了 这样 它就会 自动 切回到 内部的 那个 时钟 上 就 它就 主要 取一个 这么 断开 外部 时钟 HSE 的 功能 还有 这里 还有一点 如果当前 的 主 时钟 HSE 当 失效 被检 到时 CSS 将执行 以下操作 这些值 将重新 被复位 将重新 被复位 直到下一次 整体 系统 被复位 的时候 它们才能 被 重新 的 改变 CL CKM 7 第7位 到第0位 这都是 E 这是一个 时钟 选择 主 时钟 源 和主 时钟 源 有关系的 寄存器 具体 叫什么 我不记得了 把这个 设置为 主时钟 然后 内部 时钟 寄存器 被置为 HSI 再开 就是把这个 打开了 然后 失效的 时钟 寄存器 中的 HSEE 被清除 HSE 关掉 ASU 被置为 用以 指示 辅助 时钟 辅助 时钟 源 HSI 被 强制 使用 有一些 我先 有一些 大家 不是很明白 没关系 多看几遍 数据手册就好了 我们现在进行 编程 我们现在进行 CSS和时钟切换 这款单评机可以说是 八位单评机中比较高档的一种 如果仅凭我们这个视频讲解 就想把它学得很透过话 那是不可能的 希望大家还要多多的去看 看它的数据手组 选择我们的单片机类型 先聊一下我们程序设计的主体思路 首先我们不对 所以我们让这个程序跑在 就是跑在它默认的一个时钟系统 就是两兆下的时钟 然后我们点亮一个流水灯 点亮一个数码管 不是一个LED小灯泡 然后这个LED通过LED 然后进行延时 进行延时 然后让它产生一种闪烁的效果 一会儿亮一会儿灭 一会儿亮一会儿灭 这么一个效果 然后呢 我们让它跑在两兆的一个模式下 然后采用Tli的那个不可屏蔽的中段 在中段程序里面 书写CSI 书写时钟切换程序 以及那个CSS的程序 把它们两个写在一块 然后当时钟 当它的小灯泡亮 我们按一下Tli 整体 我们外部的精震 用的是12兆的精震 当被按下的时候 它的时钟 时钟就从2兆被切换到了12兆 它的程序值得速度加快 我们观察到现象是小灯泡 它的闪烁的频率会加快 一闪一闪 闪烁频率加快 这时候如果我们拔掉 外部 时钟的那个跳鞋帽 就是原理途中的这个J2 那么发生什么情况呢 外部时钟失效 然后切回到内部的HSE HSI的八分频 又回到了 二位 就是两兆时钟的那么一个模式 那么它的时钟 它的小灯泡闪烁频率 将重新的变慢 就是这么一个 具体的就是这么一个设计思路 先 包换图文件 今天要出手话了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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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RP ADDR DDR DDR DDRX 为了实验现象明显一些 我们采用三个LED进行闪烁 这样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些 嗯 将这三个 将PA的456引脚 设置成为推转式的输出 用你去动小灯泡 然后 PD的引脚设置为开漏上拉 带中断的上拉输入啊 用来当做Tli的那个中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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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 我们书写一个简单的延时函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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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视频教程里面他会专门写一个延时多张多张时间的这么一个延时函数 在我这里 或许每一次使用的时钟 使用的时钟频率都不太一样吧 我在这里不喜欢写一个就是延时一定时间的延时函数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写 我 先告诉大家一下他的软件防震在哪吧 这样大家就可以 通过软件防震来具体的确定一下 到底延时多少才是延时一秒 在 这里 target setting 这是防震器的设置 我们选择这个 simulator 软件的这么一个防震 这样就是一个软件的防震了 到时候我们做完了以后 采用一个debug 按一下debug 就会出来那个防震界面 他就会自己去走 呃 待会我们自己自己做一下 软件防震 他的这款软件 提供的软件防震不是很好 因为我之前用过想 找一个延时一毫秒的这么一个软件防震 结果仿的不准 所以大家在使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一定要和具体的现象结合着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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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так 好 好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书写TLI的中段函数中段服务程序 需要在主函数中书写它的中段服务程序 所以需要加一个声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的一些简单的处处就已经设计完毕了 那么现在我们进行一下编译 看看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八个怎么回事不能打开这个头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里啊 这里是那什么 是我把这个少写了一个字母少写了一个105 然后再想这个以后我们再在整个程序的上面 把这个GPL的处置化也写一遍 然后重新进行一下编译 好了目前的这个就编译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 编译成功了 看看啊 都要说到哪 涉及到哪几个集存器 这三个 切换时钟控制集存器 主时钟状态集存器 主时钟切换集存器 我们先来看气候之中状态 控制计算机 CMSR CMSR SWCR 不同的位有不同的标准 它的这个位 这就是第三位 不同的位有不同的作用 第三位 我们现在手动切换 第三位当0的时候 表示十容元位就绪 第三位是1的时候 表示十容元已就绪 这个前提都是 这一位切换的都停止了 这些 下一个寄存器是CMSR 刚才打开的这个 这个是 现在的这个主式中的 它是属于一个指示的寄存器 它所指示的就是 现在的这个当前情况下 MCU的它的那个时钟的寄存器 MCU它这个时钟的 寄存 就是现在时钟主式中的状态 当它是E1的时候 说明主式中是HSI 作为这个主式中 当它是第二的时候 是LSI 就是内部低速时钟 当它是B4的时候 就说明现在MCU的主式中是 HSE 高速外部时钟 我们来 再看最后一个寄存器 SW 主式中切换寄存器 它也是这么三个值 就是 有软件写入 用于选择主式中源 就是切换时候的主式中源 要切换的主式中源 当时钟切换 正在进行时 该寄存器的内容 将被写保护 我们来 具体的编程 具体再说吧 这里我要说一点 就是 这个内容 这个 设置切换 设置中段使能位 就是切换中段 还有这个是 清除 中段标志位 因为我们这个 程序很简单 不涉及到中段 所以我们直接的就是 没有这两步 首先 第一件事是 选择外部时钟源 选择外部时钟源 应该是 这个 SWR-4的值 K-SWR-0XB4 第二步就是 等待时钟源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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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这一位 当他这个 一恩 我们没有对一恩 复制 没有对一恩进行复制 他就是等待 他的 当他等于零的时候 手动切换 当他等于一的时候 他就是 他就是说 这一位可以 时钟源已经准备就绪了 我们来先分析一下 这是一个暗卫雨的关系提取了这个寄存器的第三位 我们来先分析一下 提取了寄存器的第三位 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一位 提取了寄存器的第三位 如果假设说如果 现在 他时钟源未准备就绪 那么这个第三位就是零 那么他将会跳出 就目前的这个逻辑来看啊 他就会跳出 如果这个时钟源的准备好了 就是这一 第三位是一 那么他就会在这个外语句里面 循环 一直循环 这与我们所期望的 就是说 时钟准备就绪了 接下去之行 时钟没有准备就绪 他一直在这里面循环 这个他的逻辑正是相反的 所以我们用个小括号 把这个语句扩起来 然后外面加一个非号 嗯 非号 这句话写完了 接下来的就是进行 时钟切换 时钟的切换 我们任何事情 他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在这个时钟 他这个从时钟切换 到切换就绪 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我们现在就是必须等待 等到这个过程结束以后 我们才可以进行 接下来操作 什么样 那么什么 标志着这个过程结束了 就是这个 主时钟状态接存器 当这里面的值是B4 就是说 说明现在的时钟源 已经是外部 主时钟源 也已经是外部 高速时钟的话 说明 切换已经完成了 主时钟源 已经是外部 时钟 嗯 这么两个月 无所谓的事情 然后是 有关系 其中吗 就算了 多数分 除了 比较多了 这里面的值 里面的逻辑值 里面这个逻辑 它就是真值 真值 真值的话 就是还没有切换到外部实用源的话 里面的是真逻辑 它就会在这个外部实用源中一直循环 如果是切换到外部实用源的话 里面这个逻辑就变成了一个逻辑甲 那么它就会跳出去 这四句话已经完成了一个实用切换的 一个简单的程序 那么我们需要的就是打开CSS CSS只需要改动一个值 将CSSR的这个CSSEN 打开 时钟安全系统打开就可以了 我们 CSSEN 它这里面说只可以有软件写一次 这就和我们刚才所讲解的那个有一定联系了 就是说 当发生CSS事件的时候 想要再次 就是时钟被切换到HSI 8分屏 想要再次回去到使用SSE的时候 就必须 对MCU进行复位 所以我们 CLK C CSSR 或0X01 等于 好了 所有的程序写完了 进行下编译 生成hack存件 我们先对这个板子进行复位 然后观察效果 我们对板子进行复位 刚才已经复位一次了 这是只是为了让大家观察的更详细一点 你看这个 它的闪烁 也是有闪烁 但是频率是比较慢的 那么我们再进行一下TLI 这个负值 这个中断 TLI中断 看到了 频率明显的变快了 那么我们现在拔掉这个 HSI的条线帽 这里 这个TLI拔掉 一会儿 实中安全系统没有写好 确实是对他进行写的 我们来重新进行验证 可能刚才他心急了 重新开始 重新进行复位 这时候跳鞋帽还是在上面的 复位 频率比较慢 频率明显变快了 我们现在拔掉这个跳鞋帽 频率又回到和刚才差不多 其实是刚才和刚才是一个频率的 但是只是我们现在眼睛观测不能够 让你们所信服 但是按照他内部的执行机理来说应该是一个频率 好了 这个实验到此结束了 大家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接着以前的讲 现在讲解Timer的特性 讲解Timer 就是定时计数器 我们首先看一下 我们这种单片机 就是S105系列44眼角的单片机啊 它只拥有三个Timer 我们会在 仔细看这个参考手册的时候 会发现它总共讲了六个Timer的操作 但是我们现在只有 这个并不是 它讲到六个Timer 是说这S系列 有的单片机会包含六个Timer中的哪几个 但并不是说每一个单片机 它都会有六个Timer 就Timer1到Timer6 比如说我们这款单片机 我们这款单片机 它只有Timer1到Timer3 所以我们不需要看 你只是在开发这一款的时候 不需要去看那个Timer6 Timer45 如果有兴趣的话 想要真真正正深入了解一下 这一系列的单片机的话 我建议大家还是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先看一下Timer1的这个特性 我们这里 这节课只讲Timer1 而且只讲最简单的 定时 只讲最简单的定时 然后产生中断 然后中断服务程序 然后再从中断中退出 首先Timer1的特性 Timer116位向上向下 向上下自动技术器 它的这个 有人就说了 一个Timer怎么又向上又向下 又能同时向上向下的 它这个主要是 根据你所选择的那个技术工作模式 是 的不同 而设定的 嗯 我们来看一个图啊 看一个它 出手测上的图 这个就是向上技术 模式的时候 它的技术方向就是向下的 当工作在中间对齐 向上下技术模式的时候 它的技术方式就是向上向下 又向上向下的 这是这是和你所选择工作方式是不一样的 允许技术器指定的技术周期之后 更新定时器 技术器的重复 更新定时器 寄存器的重复技术器 16位可变成的预分频器 技术器时钟预分频的系数为1到65,535 这个只有timer1才会达到它的预分频器才会这么强大 预分频的系数才可以达到这么高 我们看其他的timer23456啊 他都不可以 同步 同步电数用于处理外部 信号 控制定时器以及定时 控制定时器以及定时器互联 多达四个独立通道可以配置成输入补货 输出比较 pwm生成 六位pwm输出 单脉虫的模式输出 三个支持互补输出 支持带互补输出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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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底下特性大家有兴趣的话自己慢慢看吧 16位技术器 预分频器自动重装载技术器和重复技术寄存器 都可以 都可以通过软件进行读和写的操作 自动重装载 寄存器由分频 由预装载进去和影子寄存器组成 可在两种模式下自动重载 寄存器 自动重载寄存以使能 这个功能以使能 当它使能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 这个很重要 在此模式下写入自动重装载寄存器 重装载 寄存器 的数据 被保存在预装载寄存器中 并且在下一个更新事件送到影子寄存器 当这个自动预装载功能被禁止的时候 写入重装载寄存器的数据被写入影子寄存器 就直接没有任何不需要等待任何 它直接就可以写入到这个影子寄存器中 嗯 还有更新事件产生条件 嗯 向上向下计数一出 软件置位了这个UG位 还有就是 时钟触发控制器 产生了触发事件 在预装载寄存器使能的时候 如果发生更新事件 预装载寄存器的值 写入影子寄存器 并且Timer1的PSCR寄存器的值 写入预分屏寄存器 Timer2的Timer1的CRE寄存器 当这个置位时将 会禁止置位禁止这个更新时间 由技术技术 技术技术由分 预分屏器输出 CKCount来技术 然后CKCount仅由Timer1的 寄存器 寄存器的技术器 只能为 它才能够被 嗯 才能控制它 简单的说一下 我们把其他都抛开 简单的说一下 它的这个工作原理啊 首先要记四个技术 四个 四个寄存器 四个寄存器 书摆了其实就俩 但是每个寄存器都是16位 所以分成了四个 就是技术器的高高八位和第八位 还有这个自动重装载 寄存器的高八位和第八位 这条线 底下这条线是零 我们都知道了 都看得明白 上面这条线是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里面的值 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的技术器的值 一点一点的技术 这是在向上工作模式的时候 从零 技术器会从零开始技术 当技术器达到这个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的时候 他到这 他就发生了一出事件 一出当一出以后 然后 我们 技术器的值 回到零 就是这个 这两个去 回到零 然后再 一点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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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这 下来 再回到零 再加 再下来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 每达到这一点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一个 一出事件 然后一出事件发生的时候 就会 一出事件发生的时候 就会产生 更新事件 或者是中断 可以产生 但并不一定会产生 这和我们之间那时候的设置是有关系的 嗯 自动预装载寄存器 预分频GV2 这个 当预装载功能 禁止的时候 这个现在看 讲起来他 不如我们把两个 把那另一个图 也打开 两个对照着看 这个是自动预装载寄存器 在使能的时候 嗯 先讲哪个呢 先讲这个 这个 预分频时钟 他的时钟源可以分 可以 由不同的时钟源产生 这个我们会在 接下来 待会会讲到 这我们先不管 我们就看作这是一个预分频时钟 然后这是 那一位就是寄存器 计数器使能的那一位 计数器使能 Timer Clock 为啥我一会把它叫做计数器 一会把它叫做定时器呢 因为其实他在定时的时候 他的工作眼里也是在计数 只不过他在定时时候计数 他的那个计数的频率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是计算可以计算出来固定的 然后通过这个频率的固定 我们一点点退时间 然后就可以达到 延时 一定 对一定时间进行定时的效果 就是这么个 这么回事 所以你管他叫定时器也行 叫计数器也行 或者定时计数器 当这个计数器使能的时候 我们看到 这里 使能以后 Count 这里的值 在在 怎么说他需要一定的时间 不能说需要一定时间稳定 但是他是对某一个颜敏感的 比如说他这个下降颜 在这个颜 在这个上升颜的时候 他会 底下这个Count 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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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开始输出 这个时钟 我们 看一下啊 当这个时钟 当这块 有值输出的时候 当这个Count 被驱动了 就是说他开始产生频率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个Register开始结束了 从31 比如说原来都是31 在Count 在这个CN 使能之前 在他被制为之前 他一直都是31 由于这个 这个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他没有被驱动 所以他这个计数器也没有变化 只有在他被使能了 这个被驱动 这个开始工作了 他驱动他 他才开始计数 向上工作工作的那个模式吗 从31开始数32 3334 3536 当查到36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个时候 他的这个预装载计存器 这个值是36 我们刚才说过了啊 预装载计存器 他的这个值 一直是和预装载计存器 进行 比较的 当 所以我们回到这 当这个是36的时候 此时他这里面也是36 比较 比较大了 达到这一个点了 产生了一个溢出事件 溢出事件在这儿 overflow overflow了 然后这块 产生了一个 更新事件 这里是更新中段 标志位之位了 看这个 我们分析完这个图以后 看底下的这个图 和上面那个图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 你们要仔细的去看 仔细的去看就是 在这儿 这个里面 当这个预装载计存器 改变了以后 不 重装载计存器 改变了以后 他底下的影子 计存器的值 是延迟到 这儿以后 才改变的 而我们之前的这个值 当重装载计存器 改变了以后 它的影子计存器的值 直接就跟着改变了 并且 我们上边 这寄存器 计数器 它的这个溢出的顶峰值 也跟着改变为了36 而不是之前的FF 这里 它寄存器溢出的顶峰值 还是FF 但应该 具体应该 这么说 就是当产生溢出以后 只有当这个溢出发生以后 它才会产生这个值 它才会变为36的这个值 我们再回去 回到刚才的那么 那个原理了解 这儿 这儿 在预装载使能时 如果发生了更新事件 预装载计存器的值 将写入到影子计存器 嗯 嗯 Tammer1 PCS2 C2 影子计存器中 嗯 当这个 当这个 当Cammer1 其实它是应该 它这里说的都不是很标准啊 一会儿预装载 一会儿重装载的 我们打开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这个 这个计存器的 其实我们可以操作的 我们再往之前来一下 看一下上一篇写的什么 嗯 嗯 它这东西都写的好乱啊 自动重装载计存器 由 预装载计存器和影子计存器组成 好了 我们现在 重新回到这儿 自动重装载计存器 它由预装载计存器和影子计存器组成 我们这儿 重装载计存器是我们可以操作的 那么预装载计存器和影子计存器就是我们 不可以操作的 其实它是分成两个 两个但是 怎么说呢 嗯 它是两个组成部分 从预装载和预装载和影子计存器 是重装载计存器的两个组成部分吧 当 当 当更新 当预装载使能的时候 我们只 我们只可以对重装载计存器 这个进行操作 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 直接的操作预装载计存器 预装载计存器和影子计存器 我们对重装载计存器的操作 当我们写入值的时候 当这个 当这个预装载功能被禁止的时候 重装载计存器 这里 重装载计存器的值 重装载计存器的值 就是被写入到 其实重装载计存器怎么说呢 当我们写入到重装载计存器的时候 是写入到重装载计存器中的预装载计存器部分 然后 但是真真正正和这个count进行 这个值 这里的这个值 这根线 其实是影子计存器 我们看一下影子计存器 影子计存器中的 这个值 就是说 只有在你计数器的这个值 达到我们 达到我们重装载计存器中 影子计存器的那个部分的值的时候 它才会发生溢出事件 这样这样讲大家或许应该能够稍微明白一点 预装载计存器就是 重装载计存器 当写入到重装载计存器中的值 它同时也被写入了预装载计存器 而预装载计存器中的值 并不是说我们这个计数器的上限 并不是这个点 这个点是影子计存器中的值 我们看一下这 当预装载被禁止的时候 影子计存器 影子计存器 当写入到重装载计存器中的值 立即被写入到了预装载计存器 而且预装载计存器中的值 被写入到了影子计存器 这时它的这个上限值就变为影子计存器中的36了 就可以当这个数达到36的时候 它就会发生 产生这么一系列的事件 底下 当预装载功能被使能的时候 写入到重装载计存器中的值 写入到预装载计存器 36 这一点写入了36 但是写入到预装载计存器中的值 没有写入到影子计存器 看这里 这里还是FF 不是这里还是FF 也就是说 我们 我们当预装载功能使能的时候 预装载计存器中的值 不会直接影响影子计存器 必须在产生一个更新事件 之后预装载计存器中的值 这个36 这个36才会被写入到影子计存器 那么什么情况下 在这种 在预装载使能的时候 什么情况下会产生一个更新事件呢 就是我们的 卡的计存器 这里面的值 就是 达到了 我们 影子计存器 中 所存在的值 0XFF 就是这个值 你看FA 一直到FF 当这一点到FF的时候 达到这个影子计存器中的值的时候 它才会产生 一个更新事件 这个36被写入 这个到以后 当达到36的时候 下次 当这个达到36的时候 就是说 这影子计存器里面 已经是36了吗 当这个抗的计存器达到36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更新事件了 这个比较麻烦 大家回去慢慢体会吧 实际单元 实际单元 预分频时钟 CK PSC 它的来源可以是内部的主 主时钟 或者是 内部时钟 外部时钟模式 ETL 或者是 外部时钟模式 2 ETL 或者是内部出发 有 使用一个寄存器 作为另一个寄存器的 预分频时钟 这个 比较墨迹 它这个功能 确实提供很多 但是 实际应用的时候 很少用到 很少用到 预分频器 将预分频 时钟的值 经过预分频器 分频 作为定时器的频率 这里 定时器的频率 这个频率 FCK COUNT 其实是 就是 这个频率 也就是说我们 计数 寄存器 计数寄存器 这个 计数器 它值改变的 这么一个频率 等于什么呢 等于F 预分频时钟 比上 预分频寄存器 数位的值 加上一个1 STM8的定时器1的初始化设置 这里就要设计到程序了 这程序 有程序我们慢慢的讲 首先 我们先 填封1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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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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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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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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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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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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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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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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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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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 这个不是,这应该是对重装载计算器 计算器的这么一个复制 然后就,我们先看一下吧 这个,之前的这些初始化除了这两个进行复制以外 这些初始化都集中在两个计算器当中 就是我们的控制计算器一和这个中断计算器 这两个中断计算器中 我们先仔细看一下这两个计算器的内容吧 控制计算器它的不同位是不同的意义 ARPE就是制动装载计算器 它是否进行使能,是否使能这个 在这里我们不对它进行使能 所以这一位是改成零的 还有就是中央对齐模式 变现对齐模式 用DIR位选择向上或者向下 零一中央对齐模式一 我们这里呢 说好的是用上向上的那么一个计数方式 所以我们选择零零 这两位也是零 就是这就现在已经就是三个零了 然后向上还是向下 当我们说了向上计数 那第四位也是零 第五位单脉冲模式 发生事件更新时 计数器不停止 我们这里为了让它能够产生 准确的这么一个中断吧 就是产生一个脉冲 它的频率是准确的 所以我们不让它计数停止 在一些计数器中 它没有这个功能选择 它直接就是说当产生更新事件 比如说产生中断的时候 我得执行到这儿 比如说这是主程序 主程序执行到这儿的时候 技术器外部一个中原技术器 告诉它这里要产生一个中断 在这一点产生中断 去进行中断服务程序的时候 产生更新事件中断服务程序的时候 技术器这里的技术器就停了 要正常的去工作 就是它一直停留在那个值 当它回来回来以后的时候 它需要重新的进行一个设置 这样才能让它的技术器 就是清除一个标志位吧 才能让它技术器接着去技术 而我们这里呢 而我们这个这里现在的要求就是 当执行到这一点 去发生事件更新的时候 去做MCU 去执行更新事件的时候 我们的频率技术器不让它停止 在它执行这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依然让它的频率在技术 就是说这一段时间 它一直都是在加的 就是这个count的值一直都在升 而在上面这个这种情况下 count的值就是不变的 它一直都在技术 这样是能保证它执行执行的 就是它执行更新事件的时间 不会影响我们产生 我们产生时钟频率的那个准确度 还有就是UIDS更新员请求 如果UIDS允许更新事件发生 它零时 则下述任意事件 产生一个更新中断 寄存器更新 我们这里就是说 为了让它向上技术的时候 向上技术溢出的时候 产生一个更新中断 所以我们这里就选择零 我们这一位也是零 剩下三位 嗯 禁止更新中断 这个如果这一位被质疑的话 不产生更新事件 影子寄存器将保持他们的值 这些这些 我们不希望这种 我们就是说了 让它技术期溢出的时候 产生更新事件 这一点也是零 这个技术器 禁止技术器 这个我们要说一下 就是我们在用单片机的外设的时候 一定要在所有的初始化都做好了的时候 再去进行技术器的使能 所以针对这个 再去进行外设的使能 针对这个技控制 针对这个技术器一 我推荐的方式就是 大家在初始化的时候 先将这个CRE 所有的位都初始化了 就是按照我们的初始化 在这里面就是所有的位都是零 都摄成零零以后 然后进行其他的初始化 在达到最后的时候 单独拿出一句来 将它的第零位复制为一 就是技术器使能 这样看起来这样的程序写起来 清晰度比较高吧 而且不至于产生混乱 比较规范的一种输写程序 就是在所有的初始化 按照顺序去进行初始化 将当所有的初始化都完成的时候 再进行这个器件的使能 再进行外设的使能 还有这个 中断使能进程器 刹车中断 允许刹车中断 这里我们不设计刹车中断 处发中断更提不到 我们只是 简单的一出中断 这些都用不上 都用不上 都用不上 我们能用得上的 这数比较了 我们都用不上 这都是技术 我们只是技术 我们不涉及到外出 比较 我们只是 需要的就是这个 第零位 允许更新中断 那么这个计算计值是 0000001 那么好 我们先将这两个技术 这两个计算计值 进行复制 CRE 这里我们有必要说明一下 真正标准的程序 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你所写的注释 比你的程序要多多多多 我们写的这些程序 为了 因为我每一行程序 都跟大家讲 是什么意思了 所以我在这就不给大家 写注释了 但是大家在进行 修写自己的程序的时候 一定要写注释 它的注释 其实STM8的注释 和标准C语言里面 所规定的注释 是一样的 有这种单行式的注释 也有是这种多行式的 就是这种结构的 然后中间内容 这都属于注释的这种 大家可以 按照自己的需要去选择 这里我们说明一下 因为它初始化的值就是零 它初始化 这个值上电以后 CRE上电复位置就是零 我们现在重新 又给它复制一遍 就是为了强调 它是有什么作用 就是向上技术 我把这些字体改的大一点吧 一直想改 一直忘 这样好一点啊 向上的技术方向 有就是边沿处罚技术 边沿处罚 到底设不设计到边沿处罚 并没有设计到边沿处罚 那就写上一个 就是中段更新不停 我们来看一下啊 怎么样写呢 技术 当我们把这两个寄存器的中段这个初始化写完以后我们就需要涉及到下一个概念 就是它中段产生频率的计算 中段产生频率计算向上技术模式为例 确定预分频时钟的频率就是FCKPSCE这个频率 然后计算技术频率 技术的频率 技术频率这个公式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技术 然后就是技术 技术与预装载寄存器进行重装载啊 与重装载寄存器进行比较产生中段 打一个比方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程序 要在主时中是16兆的内部 高速时中认为写 我们现在想让它产生一个 一秒的更新事件 就是每一秒钟产生一个中断 那么我们这个样子 我这比16兆 这就是16兆的值 首先除以它一分明寄存器里面的值 一分明寄存器 我们知道它是一到 一六 六五五三五 就是那么一个 预分屏寄存器 其实是 16位的 一到六五五三五 应该是这么一个数 我得看一下 才能知道 这六五五三五 六万五千五百三十五 那么好 重新写啊 十六兆 十六兆 除以一分屏寄存器的值 我们这里一分屏寄存器给它 十六K 做成十六K 然后 那么它这个count 计数的频率就变成了 十六兆数十六K 就是一K 一个K 那么这个一个K的话 我们再想一想啊 想要把它变成每一秒钟产生一次CS 产生一次 产生一次中断啊 不是CS 中断 那么我们这个比较预装载 重装载介组器里面的值 就必须是一千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行一下频率的书写 进行程序的书写 首先 需要进行十种的书写化 十种书写化里面就一句 clk-div 就是那个把那个 clk-div 我想一想啊 想一想 那个 时钟的 寄存器叫什么来着 算了 我们找一找吧 这 ck-div 这个初始值是吧 就是通过它进行了八分频 我们得到的那个 时钟频率是 两兆的 那么这里我们把它 置为 一 置为 把这两位 清零 四位和三位清零 就是说 等它等于 0x 00 cpdiv 通过这个语句 它就变成了16兆的时钟 那么16兆是16兆的时钟 我们接下来书写预分频器 预分频器进行 就进行预分频器中的值应该是16000 16000转换成16进制 我想一想 复件 看一下复件之中是否有那个计算器 计算器 这个比较麻烦 这样吧 我们 16000 除以16 还不行 想一想 在网上下一个比较高级一点的计算器 16除以16000除以16000除以16000 这样 刚才都按错了 使得好麻烦 256除以256等于62.5 62.5再比上16等于3.90 就是说我们把它除以了16的三次方 它的整数部分是13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预分屏计算器 预分屏计算器 预分屏计算器有两个高位预分屏计算器 它是这都是二进制的数 从15位到第8位 第一预分屏计算器第8位 这是从第7位到第0位 我们刚才用它除以了15的16的三次方 16除以16的三次方等于3 那么这个预分屏计算器高8位的前4位吧 前4位就是15141312 这四位那么它的值就是3 0x3 还没完还得算第4位 这个计算器就是第4位 第4位 减去3等于 然后用这个值乘以16 乘以16 那么这个值是 结果是14 14 14转化成16位进制的就是 1 然后再乘以16 接下来是 它再减去14 然后再乘以16 现在我们发现 这个值是一个8 并且没有小数位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低位的计算器 就是这个预分屏计算器的第8位 预分屏计算器 第8位中的高次位的值是8 并且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并且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它没有 没有小数了 也就是说没有余值了 那么我们这个值就是0 好了 这个值 进行 分屏 进行完这个分屏以后 它所 它的值就是 就达到了1000 对 它的技术频率就达到了1000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 书写重装的计存器中的值 再对1000进行一下计算 1000进行计算 1000算换算成 二进制的应该是 大家拿笔算一下吧 拿笔算一下 然后待会我们再 一起把这个值写上去 一起把这个值写上去 7 2 3 4 5 5 5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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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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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9 8 8 8 加上2的7次方加上2的6次方加上2的5次方加上2的3次方变成16位的进制就是0x 0 0x3 8变成16位是0x318 那么我们对它的高八位的负值就是0x03 分号 第八位的就是0x 我只是通过这个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具体的计算方法 可能这些只是我算的有可能是错误的 我希望大家如果要是说发现错误的话自己去改正 主要是讲这个计算的方法 大家懂得了这个计算就可以了 好了 这里我们写完了 技术器的在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所有的处处化结束之后我们说过了要对技术器进行使能 也就是将技术器的CRE的最后一位置一 然后就是要通过中段向量写它的中段服务程序 中段服务程序在Tamer1的中段 就是中段第十一个中段啊 看一下 过来找 这第十一个中段 T-T-I-M-E-O-V-E-R-I-N-T 这个名字随便大家随便起什么都行 只要和外面的相对应就可以了 一致 好 好 到头了 另纫 支持 ora 找 Stre t 不 这里我们只是想一想用什么来表示它中断发生了 这样吧 我们还是通过老办法点小灯泡 没产生一次中断 那么没产生一次中断 那么小灯泡的值就是分身一次闪烁 先用灯口设置为输出 这里进行卫生名 B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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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D R 6 子 Ireland B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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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ull Bull C Bull Bull 这次用的是定时器中断,它不是不可屏蔽的中断 所以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要像正常的程序一样进行走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先把所有中断都关闭 最开始这一句其实没什么必要,因为默认情况下它们都是关闭的 然后进行GPIO的出手画 还有就是定时器的出手画 剪刀剪起来,放到最后 最开始还要进行一个时钟的出手画 在这些出手画的完成以后,我们需要使能所有的中断 好了,一个程序就完成了 就是说,这个程序具体的执行过程就是 当这些程序都做完以后,停留在这个wile语句中 这个wile语句中,它就一直停留在wile语句中 然后等着定时器中断的产生 当产生中断的时候,它就会跳到这里来追行它的中断的服务程序 我们这里中断服务程序目的是为了让小灯泡来回的闪烁,不停的闪烁 所以我们在这里,对小灯泡每一个都取原来的相反 接下来,对小灯泡来回来 好吧 编译结束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C元中的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是取法的这么一个符号 我们先编译一下是否能通过 有错误 PSCRH 哦这里其实是tamer的定时器 我把它认为是时钟的定时 tamer的寄属器 我把它认为是时钟的寄属器 把这些都改过来 就可以了 再编译一下 编译成功了 但是没有进行生成hacks文件的设置 重新的建立一下 成功了 我们把这个程序下载到我们的单片机里面 看看它是否会产生这么一个技术器 怎么没有呢 看一下哦 还是没有生成hacks存件 奇怪了 可能刚才又给弄错了 弄坏了 好了 这次确认一下收藏了hacks文件 重新进行一下 嗯 不好意思 刚才一不小心摁到复位了 重新再来一次 嗯 如果说这个程序成功的话 我们会看到小灯泡 LED灯 以一秒钟一次的频率进行闪烁 两秒钟 两秒钟一次的频率 看一下啊 嗯 现在只是进行了 下载还没有进行复位 进行复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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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闪烁频率明显不是两秒钟 可能我刚才有些地方算错了 这样你们先休息一下 我再重新试一试 好了 毛病找到了 我们刚才在做这个程序的时候 只是想到了说中段服务还数 进入到中段服务还数中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就是 忽略了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标志位的问题 我们把 这里打打过来 这里 Ui 更新 中段 标志位 我们看到上面这两个都是一样的啊 上面这两个 一出 和 更新事件 他们自己开始处罚了以后 变成一 自动的又回过来了 只有这个中段标志位 它一直处在一 所以为什么 因为它在等着我们 用软件将它清零 我们看一下这个中段标志位啊 在这儿 CRE的 第一位 CRE的位 位 位零 这里 这个CRE SRE SRE里面都是 都是一些标志位 就是当 产生中段的时候 我们进入到中段里面了 进入到中段里面了 执行中段里面以后 它不可能出来 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 它的中段标志位 标志位 标志位 重新清零回去 好了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应该是可以能够正常的闪烁了 因为刚才没有清零 那么它一直停留在这个里面 就是说 中段程序执行完了 执行到这儿 执行完了 但是没有回到主程序 我们重新的build 我们重新的build 一下 好了 我们这回再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频率不是很准 我们 如果 在桥倦引起的情况下 你们可以用示范器测一下 测一下 这三个角产生的这么一个波形 应该不会是标准的 1k赫兹不会是一点的 就是说 二分之一赫兹不会是标准的那种形式 因为它内部震荡的时候 它就不是很标准 所以分明之后 产生了会有一点小误差 但不会差的太多 好了 这次的实验也就算成功了 但是结束之前 我会把我的PPT改一下 就是这里 需要把PPT改一下 就是 呃 告诉 中段 服务 程 程序中 必 黛 一个 现在 向 えー 我 际